第二天 李翘几乎睡到日上三杆 才悠悠转醒 他习惯性地从枕下摸出手机 上面有两条未读消息 其中之一是商欲发来的 李翘看完内容 神情眷懒地给他回了个电话 行吧 嗯 晚上才能到 临时有点事 下午过去 行 等你 两人没多说 挂了电话 李翘就去了浴室 而此时的南洋李家 商欲正坐在客厅里 和李家夫妇共进午餐 下午一点 李翘吃完午饭 低头看着手里的信封 眼底暗影重重 洛宇已经去了千木集团谈判 沉默不知所踪 只有刘云守在酒店 李翘看了眼时间 没一会儿就出了门 烧请 一辆暗红色的法拉利 从皇家酒店的停车场驶出 两点半 承交一座古堡别墅门前 李翘推门下车 他鞋椅在门边 望着高耸的黑衣铁门 拿着手机 给沈青也拨了通电话 聊聊数语 电话就被挂了 紧接着 黑衣铁门缓缓打开 卧槽卧槽卧槽 小崽子 是不是骗我呢 没骗你 卧槽 你真来了 李翘撇了下嘴角 抵着车门直起身 慢步走进了大门 在呀 你怎么来到爱达州了 特意来看我的 想多了 伤怎么样 好了 一点事没有 李翘目光细续地瞥他一眼 而后从兜里掏出白色药瓶 仰手丢了过去 一天两次 一次两粒 沈青也手蒙搅乱地接过药瓶 也不多问 拧开盖就到处两粒 丢进了嘴里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很难找 那你来爱达州做什么 办事 六局的情报系统在这儿能登陆吗 不能 必须去六局总部 你想查什么我帮你查 你现在还能进去六局总部 你知道了 听说了一些 沈青也被他父亲撤掉了六局系统的所有使用权限 并且禁止他去总部 这事 他是昨晚知道的 嗨 我经常惹我家老头子生气 只不过这次有点严重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过短时间就好了 你现在应该这座别墅都走不出吧 沈青也不吭声了 他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沈青也现在等同于被圈养在别墅里 而且他的手机也被监听了 对这次是你更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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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不过ин遍